晚上好,大家 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讓我休息一下 韓國,大家早安 哈囉,大家怎麼那麼早就到了 嗨嗨 嗨嗨,嗨嗨大家 對不起,今天追公車追太久了 現在是10點 終於開始直播了,大家 但是呢,醫生跟我說要早點睡覺 所以我今天會盡量不要跨業 喔有有,他們坐到車了,太好了 就是事情是這樣 對,我今天應該會盡量讓自己不要跨業 因為醫生要我早點睡,真的是醫生 對,追公車追到剛剛 早安早安 大家早安 我是說真的,大家前面就 對,前面就大家沒有經歷過 雖然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他們兩個應該會在意 對,前面彩排 對,嘴破很嚴重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不是說我有點頭痛嗎 就是我那天嘴破 就是嘴破已經牽連到有點偏頭痛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呵呵 你是不是作息不是很正常 然後我就說其實也還好 就是我雖然晚睡 但是我都有睡到差不多 八個小時到十個小時 他就說睡錯時間沒有什麼用 我看耳鼻喉科 但是 就是那個醫生剛剛好 他有這方面 就是反而他這方面也是可以的 對,他就說 他之前才遇過好幾個嘴破 我因為嘴破應該還是先看耳鼻喉科吧 然後他就說 你這個偏頭痛的這個抽痛已經有點 速度有點嚴重 就是我的頻率有點嚴重 然後那時候抽痛到 就是 不是,不是牙科 跟牙科沒有關係 因為不是牙痛 然後反正我就是 連睡覺的時候都會抽痛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他就說 我基本上 跟嘴破應該有關係 然後他就說 他看我的耳膜已經全部是白色的 他就說是 因為這方面我不是專業 他就說一般耳膜的話 應該會是紅色的 然後他說 我的我的幼耳 那個時候已經是全白了 他說再不正常睡覺的話呢 很有可能會影響 顏面神經的控制 他就說 之前有很多藝人 他們 他們 就是 因為這個很嚴重 所以他們會造成 可能需要休息 就是 好像臉部會失調吧 好像是 我有拿藥吃 對 嚴重 嚴重 所以我這幾天都超早睡的 我有一天是 十二點 整 我就睡著了 然後 昨天是 一點就睡了 整個神經影響了 作息不正常 沒有 他就說是太晚睡了 因為我其實 作息也正常啊 就是我差不多 就那個時間睡覺 然後他就說 如果可以的話 這樣十一點就睡 我說十一點可能不行啊 醫生 對 他說三叉神經失調的話 右半邊臉會不能動 對 會面癱 然後他就說 是的 對 希望之後可以盡量調早一點 我跟他說我如果盡量十二點呢 他說反正就是越早越好 可是他就說 不是我不是去看偏頭痛 我是去看嘴破 但是他就說 其實嘴破 就已經很明顯是睡眠不足的一個症狀了 謝謝天靈的臭狂啾啾你喔 三叉神經失調 十一點真的 對啊十一點有點太難了 感覺有點嚴重 謝謝醫生追的告白氣球喔 對 還有BC也要吃 有有有 我現在都有在吃維他命C 然後還有B群 早點睡才健康 需要我五點傳訊息叫你起床 小時候你的作息是有點太健康 今天就目標 不可能十一點就念吧 謝謝菲菲我 我愛送的香檳Level 5 老實說老闆上次嘴破 我隔天就嘴破了 那開始練榜吧 討論了好幾次 終於要實行了 對 就是我現在有工作狀況的話 我就會盡量讓前一天特別早睡 因為我們平常上班可能 就是大概也有可能是十點 十一點才下班 才剛開播呢 沒辦法 十一點念啦 蛤 可是我在想說我以後 要特別提早開直播嗎 因為如果不想要這麼晚結束的話 以後沒有跨業可以看了 我在猜其實我應該也撐不久 但是至少短時間內要撐一下 開著睡開著睡 有 我有想直播睡覺怎麼樣 大家覺得直播睡覺怎麼樣 不然就要整時結束不要拖 本台的習性 本台拖延的習性要被改掉了 被醫生強迫改掉了 因為醫生說不行 我的時數很夠了 不行現在要撐起整團的時數耶 很多人現在不能直播 我其實蠻喜歡跨業的 原因是因為晚上其實比較high 我本來就是晚上比較high 就是開越久越high 早開晚開有什麼關係嗎 好像沒有 天空好像下雨 我好想住你隔壁 我們整團的直播時數一起算的啊 我可以中午開 唉 中午開欸 我要化妝欸 沒有啦沒有 我只是想到最近有很多人不能開直播而已 你寫給你你其實沒 我就直播化妝 早上5點 11點剛要排毒喔 早睡最好 對 對 醫生就是說 11點就睡的話 才有助於身體健康 什麼事情是不值得 早上5點老闆還沒開機吧 可是 我下午就 我下午就 沒什麼精神 直播化妝挺好 素顏一下不會怎樣 我挺期待 我是沒有很認識素顏啊 但是有人會介意吧 我是會素顏去公司的人 就是 我後來發現其實素顏 差別最大的是頭髮 就是其實頭髮 稍微有saddle一下 就不會太沒有精神 姊姊會介意 以前會介意現在不會 素顏開 有成員會素顏開直播嗎 我啊我啊 不會不會現在不會介意 因為大家真的太忙了 通常沒事不會化妝 而且現在有很多在上學的成員 如果很忙 像我之前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不化妝啊 我去公司都不化妝 幾乎沒有人素顏開 我國會 老闆天生例子 喔沒有 我素顏其實差蠻多的 哈哈 通常都是成員介意 不想素顏開播 欸我好像幾乎沒有素顏開直播過 我只有在 爭選期間的時候有 素顏開過直播 有的人會直播開始化妝 可是我化妝過程很醜 喔宜珍 宜珍天生例子 他的素顏跟化妝之後沒有差太多 但是會化妝比較有神 我之前已經見識過了 他就是 就是 欸這是承綻 就是純粹的承綻 他不化妝跟化妝 輪廓上面幾乎沒有差別 但是就是 眼睛的那個 因為眼睛我們都眼妝比較重 就是會有比較有精神 直接一身提琴都保重 髮髮素顏完全沒有差 髮髮的輪廓太好看了 我差很多 我差很多 一家也都只靠 化個口紅 靠濾鏡 早上我以後應該要走這種Style 那也是確實 人怎麼一直在確實 確實 最近是不是很多人 都一直這樣講 確實 阿潘果果玲玲 都是開了才開始化妝 真的喔 他不用化 怎麼賣你們化妝品 你說 賈一針嗎 我跟妳講 賈一針他有說 他就是喜歡去專櫃亂買東西 然後都不會用 他就是買一大堆口紅 然後所有口紅 色號一大堆 但他都不化妝 他真的是平常不化妝的人 眼線跟口紅 我覺得都差很多 我就是化了就差很多 對 一針就喜歡買而已 很久了 老實說 確實這個流行蠻久了 確實 有些成員會先化一點 就開了 開了繼續化 八字真言 真假的很近 亂講確實 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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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可是中年慶了 有喔 最近好像很多東西是什麼 滿三千折三 折三百是不是 他真的很理工女 確實確實 你也可以買多啊 以後買個成員 不要啊 我已經很喜歡亂買了 不可以再亂買東西了 該買了吧衣櫃 我要買衣櫃 不是買衣服 我的成品熊 我的成品熊 相識要到了 其實也沒有 我現在沒有什麼購物的衝動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 最近不是AKB咖啡廳要開期間限定 然後說東京大阪 然後還有好幾個地方都有 我想問 我看官網上面寫Coming soon 所以 可是又寫說 前兩天就已經開始預約了 所以怎麼辦 現在是開始預約了嗎 耶 大家囉 對 猜一下 就是 我在想 對 我想預約 可是 因為我語言不通 我如果去了 我有點想去 但是我想說 我想說去了 如果不太好溝通怎麼辦 怎麼去 就是 我人會在日本 然後我會走進去 這樣 語言不通 對 我語言不通 我有要買的嗎 Twitter有資訊 就是 我查了一下Twitter 他也只有寫 Coming soon啊 謝謝 謝謝 許阿貝 帶我去流量 我們需要預約嗎 肯定是需要的 其實我們也 不是可以隨便進劇場的等級 就是我們的等級 也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 如果 如果需要 要 透過 管道的話 我們應該沒有這個能力 透過管道 就是 因為如果要透過管道去拿這個 身份的話 基本上我們應該 沒有這個資格 上一次是 SSK老師有帶陳詩雅吧 我應該沒有辦法 而且我不是跟成員去啊 對吧 買機票了吧 該充一波了吧 就是 就是 我沒有帶陳詩雅 我應該做不到這個等級 就像 就是 有公演這件事情 我也想說 我應該也是沒有辦法去看 本家的成員應該也不太行 非常 對 所以大家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能夠去後台跟參觀公演 跟 Eco Love的成員一起吃飯 不是我能夠做到的等級 已經訂機票了 沒有先訂的問題 對 原來 詩雅就是通行證 所以我想 拜託大家幫我查一下 想幫大家幫我查一下 這個 這個咖啡廳的資訊 再上切換 復活不是寫821822嗎 不是欸 它好像到十月 十一月底的樣子 十一月二十幾 十一月十四號到十一月二十號 對 我就是看了這個 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 但是 因為 它寫說 它好像寫說 十月四號還是五號 早上十點 就已經 開始預約了 可是我沒搞懂 先不論這個時間能不能排出時間 我就是想知道 搞清楚怎麼用 晚上好啊 直接拉到最下面 預約 預約要事前登記 還要先付錢 看過鯉氣 因為 已經可以 好逼的小午夜 我曾願在把人世間承擔 也扯迷人情一種夢幻 他有公佈地點嗎 真的耶 我上次看的時候還沒有公佈地點 喔 還有日像版耶 他還有特點喔 預約有特點 16種 Sticker 這是杯墊嗎 Elly放在 喔Elly的好可愛喔 Elly 好笑喔 有耶 都還可以預約 如果這個時間可以的話 我選東京 然後這是貼紙 使用咖啡廳需要提前預訂 並通過以下連結接受預訂 需要每個人600日元的預訂費 可能會遇到成員囉 沒那麼多人就好壞喔 可信用卡支付或便利商店支付 有 我應該可以交日本的朋友 先幫我付 如果我要去的話 好 我先收著 11月7號說不定會遇到Nana喔 面面要去嗎 有一點點想去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你自己的JCP 喔 我自己的JCP就可以刷了嗎 有有有 我已經到這個 我已經到這個網站裡看了 剛剛看到東京這家修滿多天的 你說要什麼 我不知道能不能撐到AKB開幕 我說要什麼 沒有 我說要請我的日本的朋友先幫我刷卡 但肯定不是先請羸毛幫我刷卡 通常啦 至2022年的11月20 有啦 我的HCP卡應該是可以刷日本 沒錯 通常可以刷 羨慕有日本朋友 要電話這點超討厭的 對 我有朋友在日本 如果當日有空位的話 是可以 可能是可以walking進去的 我也可以現場 就是人到了那邊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位子 進去是嗎 挺好的 通常啦 有人會去嗎 先預約 他有好幾個店 剛剛有人問有哪些 有東京 大阪 他的東京帶元素 大阪 明古屋 福岡 好 走進去感覺你會怕 為什麼 不在那 這是什麼叫我 他起頭 來要預約的跟我說電話可以借 現囉 有沒有看到 醬油門 醬油門 女貓說出借 我是沒有辦法借啦 我也可以 好多能 好多能 你怎麼會有日本電話 機票現在很貴 是的 大家現在都在飛 日本 借完就可以直接出境 是出境我吧 又不是你們被出境 都不知道養一個日本號碼 現在跟飛 真的喔 有跪成這樣嗎 以前某些抽票要收簡訊 喔有 我知道解尼斯的也要 解尼斯好像好像 就是還要日本地址 歐洲現在賬更貴了 二到四萬 當時奶團 線上握手會也是要日本電話跟住址 對啊 所以就是很多 很多住在日本的台灣飯會出界 他的地址跟那個電話 去幫 去幫台灣的飯抽 現在日本跟以前的歐洲一樣貴 歐洲現在更貴了 羨慕以前能夠自由自在出國的日子 你要確定有錢可以飛耶 是的 確實 確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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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九塔 現在益生菌肯定很開心喔 益生菌現在正值一個心靈充足的時候 今天怎麼一直破影 因為今天已經沒力了 今天太累了 今天早上 就出門 然後接有人飛 就是他今天從高雄上來 今天從高雄上來 然後我就接他 然後就去吃燒肉 然後就去追了一整天的公車 但是太累了 公車真的太難追了 而且因為 對我們沒有去國庫經驗館的轉角等 因為就是想說有一台212一直沒開 就想說去市政府 或是什麼 國庫經驗館 原本是想去國庫經驗館 但不知道混一混為什麼就去了市政府 你們是不是不太會追公車 要用等的 不是用追的 對 我們用追的 用等的 因為我想說 有人A這樣上來台北 應該不能讓他在公車站趕等太久 我就不想要讓他定點等太久 明天那高雄 對對對有人A現在回家了 人不在高雄 公車路線都是固定的 時間也是推得出來的 居然吧 只要看到發車都很好抓 就 我現在 對現在有三台 我已經追到三台了 還有三台沒追到 現在 現在有三台 還沒追到的是 288 跟266 這三台現在都不在路上 對啊 追公車的路程很坎坷 有啊有啊 我有執著到全 我有有有有 我有想要全部追到 有發車的話 F都會有入估的時間 還是用台北等公車 對啊 我是用台北等公車 我七輪豬錯到四顆了 對四顆了 現在已經四顆了 台北等公車很準 很準啊很準 我沒有說不準 因為我站錯邊 站錯 贊成對象 不小心站成對象到 不小心站成對象到 就是 太遠了而已 對 我是去總站 可是去總站的時候 天已經黑了 因為太遠了 這次三個總站都很遠吧 舊莊北投 另外一個在哪裡 抱歉 抱歉 再三顆就可以學了 全追聽起來超累的 還要他有開你有空 就是我今天會這麼執著 另外一個在關渡 被偷男趕關渡 沒有沒有沒有 南港 南港那是在舊莊那個嗎 就是 我今天會這麼執著是因為 有人 上次在高雄就說 他要跟我追公車 然後我就 我原本今天的目的是 六台追到兩台 然後結果第二台一直等不到 我們第二台追了三個小時都沒有追到 因為我們那時候站在 我有想過國父紀念館去等 可是 好像 四台車都離國父紀念館很遠 我就想說 那不如去總站追那一台 212那台飯會 然後 剛剛好 另外一台212也進總站 然後我們就坐捷運過去再轉車 然後 去了之後 212已經開出來了 就是 其中一台212已經開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 然後就只跟飯會的那台拍到 但因為太晚了 所以很黑 我們那邊調燈調了很久 拍了十幾二十分鐘之後 就再坐車回來 然後剛剛好 另外一台212在市區 我們就在捷運站等那一台212過來 然後就又拍到了 那台212 看他的路線等吧 怎麼弄三個小時的 因為 我們不可能在那 就是我們沒有在原地乾等啊 就我們想說至少要走一下別的行程吧 原本 我原本想說要帶他去 台北101跟 世貿那邊捷運站看武器會 然後結果一不小心 就裝那個弄太遠 對 所以 266跟288 他 我寧願等吧 追車 反而三個小時 對 應該要 應該要坐到國父紀念館等 我錯了 行程規劃是吧 但不會 我後來有帶他去吃好吃的 用等的最快 可是 等的就不熱血 你知道吧 就是人家 人家從高雄殺上來 然後 跟你在公車站坐兩個小時 跟跑來跑去三個小時 雖然很累 但是挺好玩 不用覺得真的太累 是不是該給你公車的粉絲 做的公車APP 什麼東西 聽不懂 可是熱血很累 對 太熱血了 跑來跑去才有冒險的感覺 沒錯 還有錯過了自己的公車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對向的 然後想說 不對啊不對啊 公車已經過了 怎麼都沒有車來 然後就看到對面有一台212 然後那台212呢 是 一個很普通的廣告 我想說不對啊不對啊 該不會是那台車 另外一邊吧 啊死定了 你們可以在順邊 在路邊拍照 喔有有有 我今天 我今天有請 有人B幫我拍照 有人AB都有幫我拍 就是我最近 之前有幫有人AB買 買這個 買這個牌子的衣服 然後結果就愛上了這個牌子 然後就發現呢 這個牌子會找很多人 業配 也是那種 我就決定拍一系列的衣服 形象照 希望之後他們可以找我業配 是不是 聰明 想要被人家看見 就只有這種方式 就是我要 我要去買他們的衣服 然後拍照片之後 不要人家 希望人家可以找我業配 對 如此實際 意圖正確 對我要記得 take a bow 可以你業配我就去買 對 等我是真的業配 我再告訴你們 然後我就是現在就是 就是要穿各家牌子的衣服 然後就是每天 拍一些OOTD標準人家 就是為了要 讓他們來找我 有啊 我之前 我之前就有瘋狂 就是路比舞茶一開始 其實也不是業配 路比舞茶一開始 我就是瘋狂的自己標他們 然後最後就意外的有合照 然後 意外的有合作 這樣子 然後 後來 還有什麼 其實我有很多東西 都是我自己瘋狂的在表演唱 計畫鬼才 追功特製為了業配 對 我今天一整套的套裝是業配 是為了未來有機會業配 努力還是有成果的 沒錯 而且這個牌子很貴啊 希望自我行銷是有必要的吧 你在哪邊買 我說我看這個人才買的 可以找他業配嗎 手機殼是嗎 什麼手機殼 喔對耶 Castify是嗎 Castify我覺得他應該是看到 哈利波特的照片才來找我 因為 如果自己不拼 自己不實際行動 我們是不會被看見的 我們等了四年了 我們知道這個道理 這個是X-Rage的 你們知道中間嗎 那個Nakama 在日本澀谷的一個牌子 平成26年才創建的一個 然後在澀谷因為太紅了 然後他之前還有跟一個 在大阪的一個牌子叫火銷魂 然後反正就是 中間跟火銷魂在日本都是 非常非常火紅的牌子 就是瘋狂的排隊的那種 然後就是很多人會特別去日本買 然後結果這幾年就是在台灣開了店 那台灣這個市場比較小眾一點 因為就喜歡他的人有一點 風格比較 比較跳 就不是台灣主流 對然後 所以基本上呢 就我很幸運的最近喜歡刺繡的衣服 但是因為對 上次的刺繡也是這個牌子 但是因為刺繡的衣服不好洗 就是大片刺繡的話 很容易洗完之後會縮水 然後刺繡的衣服其實老實說也沒有很好穿 因為刺繡不會這麼的舒適 對 但是就很好看 想說 因為我喜歡有設計感的衣服 因為我一些無味的T恤太多了 就是 我那邊擺了很多 就很沒設計感的T恤 對 所以我最近就 對 那一塊又很硬 但是這很帥 給你們看 這是他最近才出了兩三天的衣服 這件衣服已經品切了 就是 去櫃上可能買得到 但應該是可能沒有size 就是要看 這件 這是他最近中間跟那個小夏屋 合作的 然後就是 就是限量 這件好像500件吧 好像 然後反正 就是 挺好看的吧 對對對 雷神 這個是封繩 我買的是封繩 後面好酷喔 就是他整件衣服 只要有塗的地方都是刺繡 然後 就是 但我跟你說 日本就喜歡飢餓行銷 所以 他每一件都是有限量 像外套的話 是限量300件 褲子 褲子 褲子是我自己的 謝謝 褲子 褲子是我自己的 限量的會很貴嗎 有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貴 就他們家的東西有點貴 所以我也 沒辦法買太多 手工嗎 這倒是不可能吧 手工刺繡是不是有點為難人家了 手工刺繡賣12000我都覺得有可能了 對這件衣錢的小 有點貴 就是他們家的衣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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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專櫃型 專櫃架 對小櫃 欸對 沙魯他也有香港喔 而且他香港是跟海賊王 然後 也是限量 現在應該已經沒了 前一陣子 非常非常紅 就是 一千二便宜吧 小安 小安 醒醒 小安 哈囉 一千二買一件T恤很貴 你的價值觀呢 你的價值觀呢 背上暗卡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 就蠻好看的 你要知道他的小安 對小安 價值觀 星星 跟生血比都是挺便宜的 對很貴很貴 麻煩大家 在這裡價值觀早上沒有 對 生血是真的很貴 生血我們也是跟專櫃比的好不好 你以為是一件外套 外套很貴 外套好像2480吧 然後 對我之前就覺得我們生日T900買一件T恤是超級貴 但是事實證明呢 質感不一樣 好不好 質感不一樣 看起來 對我也買了外套 好 但是 因為外套的刺激真的太好看 好 跟你們訓一下 啊我沒有要業配喔 所以我 沒有要推薦大家去買的意思 當他真的找我業配了 我在跟你們說 我原本覺得今天穿出去有點刷高 但今天蠻冷 好 外套也切了 外套也切了 外套現在只剩XXL跟3XL 如果大家有需要買到這麼大的話 可以去買 這件是L的 因為M的已經沒有 我 我不是第一天去買 全身那個美的柔軟 都太要七千萬重蹟 滿好看嗎 這個是 他就是 日本近年來很流行 登心龍 然後 就是登心龍的夾克 可是這一件 好大 因為這一件是L 那我的size應該是要M左右 可是我想說 冬天的話 其實裡面多穿一點的話 L也還好 而且還蠻好看 就是 就是稍微沒有袖子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件外套其實有點八加九的感覺 但是因為刺繡太好看了有點忍不住 但是因為它真的有點貴 所以我沒有特別推薦大家買 因為刺繡的東西本來價格要開多高就是看品牌 然後我原本是想要買半餐 這不是今天買的 就是半餐 半餐他們家也出很多 我想說蠻好看的 結果我沒想到 但是因為半餐跟這個外套只能選一個 我就選了外套 對啊!生日體都買了!沙魯為什麼不穿出來 半餐 餐是那個蟬繞蜜字不得 那是日文吧 但我忘記半餐怎麼唸 就是現在很流行那種 對對對對對半餐 就是現在很流行穿半餐 你知道嗎 老闆沒有買褲子嗎 他們家沒有賣褲子 他們家現在沒有賣褲子 不是啊!他們都等我出門再說啊 你出門就應該要記得吧 這是飯具欸 應該就要穿推的衣服啊 怎麼了 這個 飯店 飯店 不知道欸 半餐 沒有欸 是什麼 沒有買一百六全餐 我也買一百七半餐 還是一百吧 一百七 對半餐 不太一樣 雨汁比較像寓意吧 就半餐 半餐 半餐 比雨汁長一點 但是厚度比雨汁厚一點 然後 呃 但雨汁比較薄 然後 現在 秋天的話 比較容易是 穿著半餐出門 性價比 比聖誕梯高 聖誕梯純粹信仰 我覺得聖誕梯很看設計 其實 如果設計好看的話 其實很多 知名品牌都會出到蠻貴的 就是一千 然後可能 它上面的圖案也沒有 多特別 但是 差異就在於 是用那個 呃 有的是噴墨的 然後我們的是轉印 我們好像是熱轉印吧 所以熱轉印比較便宜一點 質感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如果是噴墨的話 會比較好 如果聖誕梯設計好看的話 九百其實我覺得還 還在 如果平常會買這種 信仰衣服的話 就是 很多 像是NICO M這種 比較 比較 比較日系品牌 但偏 中高價的衣服 他們其實也很多 休閒設計 都會出到蠻貴的 我們用的方式比較貴嗎 我們是 我們是熱轉印吧 我們可以選噴墨嗎 反正不行耶 雨汁應該是比半殘厚 真的假的 阿怎麼 怎麼我看這個半殘都比雨汁還要厚 熱轉印比較貴 熱轉印比較貴 可是熱轉印 真的喔 熱轉印看起來質感比較不好耶 噴墨跟熱轉印價格沒差多好 聖誕梯要看怎麼搭吧 套色比較便宜 聖誕梯用刺繡 聖誕梯用刺繡 會 我之前有問過這個問題 然後姊姊說他會殺了我 色料我只有一個要求 近洗衣機不會掉色 其實我們聖誕梯不太會掉色 還可以 還不錯 雨汁 真的喔 雨汁法是 居然嗎 我會有一個特別嚴重的誤解阿 就事情是這樣 我前真的想買半殘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我早上如果要 就是早上如果要出去 然後就是很懶得穿的好看的話 就會想說隨便套一件大的外套 然後但是因為我家的大外套都太厚了 然後我之前夏天的時候套一件外套出去 我覺得有一種快要樂死在街上的感覺 就我下去買個東西吃之類的 然後我就差點死在街上 然後想說不行不行 我要穿一個比較時尚好看 然後又很 就不會太熱的東西 然後可是 最近期沒有看到什麼好看的半殘 我跟妳說 就是因為我去X-Rage的店在西門那邊 然後現在西門那裡有一個東京 東京復仇者的一個 就是我之前去咒術回家的店 然後東京復仇者 因為他們就是日本的Yanky嘛 日本不良少年 然後日本不良少年身上也會穿這種半殘 就是暴走族不是外面會有那個嗎 你們的特工服 然後除了特工服以外 他們就是會穿這種半結式的半殘 然後他那邊東京八九又也有賣半殘 然後就很心動 但後來想說算了 因為在路上太招搖了 算了算了 對X-Rage在元素那裡也有 他是色谷發家的 但元素那間也是瘋狂排隊 平常比較少要過去 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台灣的風格就是大圖 就是他近台灣的就是只有這種背後大圖的 但是在元素那邊的店的話 他應該就是有比較多小圖 小圖刺繡 但是說真的X-Rage偏貴 就是我沒有特別推薦大家買 如果他哪天找我業配了 我會推薦大家的 東京八九 好像東京Banana 東京Banana 很難吃 好壞喔 綁在腰間也很好看 小姐穿這麼漂亮 夏來Dollarsal 對阿 不會阿 我素顏的時候不會有人跟我說 小姐穿這麼漂亮 東京Banana是那個嗎 軟軟的香蕉 然後裡面是香蕉泥 澀谷新宿那邊都太遠了 欸 聽說那個欸 聽說元素那邊的那個 火車站 木頭製的車站已經沒了 就是已經被打掉了 我覺得不好吃 我有時候覺得蠻好吃的 但有點膩 我沒辦法吃完一整盒 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X-Rage之所以會這麼火紅 還有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 就是他每一件衣服會 會 會 他們的吊牌 是這個 就是他的吊牌是 這個 一般的是這個 X-Rage 然後 加一個 這每個顆的都不一樣 然後他就是木頭 這是木頭 然後這就是他們的 吊牌 每一件衣服都會附一個 然後之所以呢 我覺得日本真的很會行銷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 就是他每一個系列會有不一樣可以收集 然後這個是小夏系列的封神 但我很不幸的抽到兩個封神 哈哈 他就是一個封神一個雷神 然後跟海賊王合作的那個就很好看 就是有艾絲啊 艾絲索隆 然後跟 那個 喬巴 魯夫 還有一個一個字的那個叫什麼 欸 海賊王一個字的那個叫什麼 忘記了 忘記人家的名字了 對 他的店裡的轉蛋超貴 真的是不會有人去轉那個東西耶 湊一個什麼 對羅羅羅 然後 他之前索隆的衣服超好看 他索隆的刺繡超好看的 但是因為我沒有看海賊王 就沒有那個信仰值 我就沒有買 而且真的太貴耶 衣服沒辦法買太多 大家 大家也應該知道 就是 辛苦錢啊 就是 賺錢很辛苦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的那個三觀跟那個 金錢觀 不要跟小安一樣 好不好 小安是英國的價值觀 在台灣不適用 欸好像沒有黃源耶 好像在湊生血的概念 那你為什麼對 鳳神貓有信仰 沒有沒有信仰 就特別很 就覺得很可愛 忍不住 元素店是在澀谷區沒側 喔但已經沒有澀谷店了 英國風評被害 小安是作家嗎 不是 作家是安安 江戶子的價值觀 可是做人就是要快樂 不是吧 這邊的人 呃 你不愛我了嗎 沒愛過 別愛我沒接過 小安花的地方是用英棒來 喔如果是用英棒算一千二的話 會脫固子咧 這不可以吧 小安是 你樓下這個小安 你樓下這個 博承 謝謝博承的笑人車身 我至少願意買個可以穿的 我們的生鞋也可以貼在身上喔 歡迎大家把我們的生鞋貼在身上 不能跨這個概念版了 不是啊 我就念小安了 你怎麼還可以無視有一個叫小安的人一直飄平過去 很明顯吧 本直播台現在就一個叫小安的了 當我用秒數來衡量沙發 沙發 沙發價錢 秒數 為什麼 我知道 握手會 對 大家生鞋貼在身上 怎麼感覺不太妙 生鞋從來沒有收到B跟C 東西都是用眷數去算 我以後買車會貼模 貼面面的 晚安 Good night 你知道沒gay到什麼 這是描述是握手卷的意思 就是他已經開始用 我如果買了這個沙發 我可以跟 我可以跟面面握多久的手 他說啊 這樣子 不如拿去買握手卷之類的 確實 現在還漲價了 這個卷數的單位變大了 變大了 就跟這個 日幣原本看起來很貴 現在變得很快要初五 心情就好了很多 然後現在大家算那個7秒 14秒 越來越貴 越來越貴 以 以計量單位是秒 或者是 卷 幾張或幾秒 偶像的一秒中價了 相對減少 沒錯 不賺好不好 心在躺血 相對減少 這就是高雄朋友幫我把熊熊送上來了 現在連 對大家明天 明天要下去對不對 明天高雄見 現在連一箱都不確定 是不是一百張 綿綿的身價大漲 綿綿 謝謝玉珍的拍拍手 我的熊熊好像還沒好好介紹 嗯 那我就用那個 我配的那個免費BGM 欸那個免費BGM 我哪來找的 看一下 哈哈哈哈 隨便帶一個免費BGM怎麼樣 登登 就這個好了 登登 跟大家分享 我去高雄做的 糧食藝的 小熊 然後 朋友說BGM很好聽 但是 Youtuber找的免費BGM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一開始想說 剪 就我原本那支影片 時常超長的 然後我就想說 不要用流行音樂 然後結果 剪一剪剪一剪 居然只剩下一分半 哈哈 新朋友 這是我的新朋友 然後其實熊熊是可以動的 但是我怕動了之後 他的漆會掉 謝謝許阿伯 啾啾你喔 然後因為我怕 他動了之後 關節會掉漆 所以我就先不動了 蝴蝶結是不是 可以拜託 拜託老闆幫我們加 可以跟他說 加個蝴蝶結 關節會裂開 對所以 我都在想要叫他什麼耶 有特別要取名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背後其實還是不錯看的 謝謝博承的金日幸運色 哎呦 楊熊你剛剛沒聽到嗎 我們有跟老闆講說 老闆有看一下 那個下面的留言 然後 他就說 嗯 就感覺你們怪怪的 為什麼一直要人家的IG 然後他就覺得有點恐怖 謝謝博承到神燈的小辣椒 神燈給小辣椒的願望 但還是想要 認真早就會有啊 禮拜五來不及做 你各位怪怪的 你們嚇到別人了啦 你沒跟老闆解釋是梗 不是啊 這不是梗啊 這不是你們認真想要嗎 這不是梗 這不是梗 是他們認真想要 沒有就是麻煩你們不要出這麼奇怪的梗 好不好 你們嚇到人家了 摘心福氣泡 謝謝 福氣包喔 我今天腦子已經不太正常 現在益山俊 旋轉夢啊 叫懶懶 叫懶懶會跟那個樂天 樂天懶懶 留言看起來是很認真的想要好不好 不是啊 你們真的又 到底是真的會去追蹤啊 叫什麼喔 好問題 你覺得你要叫什麼名字 叫友人思義 欸我其實用友人思義不是嗎 但我友人思義有直接講名字 福蘭 學福蘭 在大廣告嗎 掰掰 明天早上五點要起床喔 好小說 五點起床的朋友 叫金魚 喔你說友人思義嗎 對友人思義是金魚 要IG是一種尊敬 藍熊 友人思義好像只出現過一次 我也有友人思義 友人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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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拉 A夢 不知道我沒想法 他現在看起來很像那個 喔對我忘記講D了 他是一個 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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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進泥巴裡 然後臉上被 被噴水 友人系列不要用吧 之後會有需要 這個配色是不是有點毛怪 毛怪要再有點紫色吧 這麼來就 啊可以喔 這叫小紅 紅 紅什麼呢 你要叫紅什麼 小紅 我覺得小紅 會不會太 太豐素了一點 丟到泥巴裡面 他就丟到泥巴裡面 黃景天是什麼 藍面 藍面是什麼 你看他還有角角 喔喔喔 他角角還有一個 他角角那種閃電紋路耶 他那種被電到的感覺 一種飲料 掉到泥巴裡面 這裡啊 他這邊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流線 這個流動感 超級像 掉到泥巴裡 不覺得嗎 然後 有人熊 欸有人熊是不是挺好的 好好笑喔 熊麻吉 這叫哈利吧 唐三彩 唐麵彩 這太硬要了吧 其實蠻好看的吧 一種飲料 這不是 因為 他叫小紅 跟他是什麼顏色 沒有關係 阿就高雄 欸 可以耶 叫他高雄 欸我喜歡這個名字 高雄 因為他高雄來的 高雄 高雄 欸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高雄好可愛喔 是不是叫高雄挺好的 他是高雄 他高雄來的 然後很高 叫高雄 好好笑 可以 定安 定安 如此隨意 就叫高雄 高雄有料阿 高雄有料喔 這次叫高雄 糟糕的高 可是 可以可是浪費藍色 沒關係沒關係 高雄從高雄來 高雄每年長高 羊熊叫什麼羊熊 竊謊心把獎 你今天怎麼了 你今天是不是有喝酒 藍高雄 高雄藍 藍高雄 不用硬要加藍吧 他看起來就是藍色的 他就叫高雄 他有23公分 我一開始覺得他沒有到 他感覺沒有那麼大隻 但貌似是有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有自己做的暴力熊 他現在叫高雄 高雄海 剛剛我的臉比一下 蠻小的 阿彭彭 生日快樂 來高雄唱歌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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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十月寶寶喔 我也是十月寶寶喔 我也是十月寶寶 我也是十月被做出來的 我們都是十月生的 生日快樂 忽然想到貓可以親 有點 太勉強了 他會遮住臉 他是任無關的 等一下 我只能親你了 好啊這樣可以吧 貝勒耶這樣可以嗎 哈哈哈哈 他只能這樣了 高雄方齡七天 我看一下高雄是什麼時候做的 高雄是我去高雄的 第幾天 第 是十月一號還是十月二號 喔十月一號做的 十月一號做的喔 他是十月一號的寶寶 高雄是男生愛女生呢 就都可以吧 就中間性別好了 他中間性別 秘密 不可能是二號啦 太榮幸了 高雄出燈場 他剛好遇到了十月寶寶 十月十號的寶寶 我今年自己送自己的生日禮物 對我是十月一號做的 沒錯 今天是出生的第七天 高雄的性別是高雄 有啊我已經幫他找到半了 我爸媽有做兩隻小熊 性別是你 你唸 好吧你今天就配我直播吧 麵包也在 但是麵包麵媽的 還沒有看過他們的成品 我怕他們看了之後會難過 對耶我還沒有發JuJuD 好問題 被文章追著跑 好我考慮一下成品後天吧 我修完之後再發 我確定七皇星馬甲今天真的有喝醉 他今天要瘋瘋的 麵包做的還不錯 但是 乾了之後會是另外一種麵貌 他乾了之後 因為顏色 就是 他在流動的當下好看 但他可能最後留到底部 我覺得 對乾掉後反了 乾掉後還好 我覺得乾掉之後 他看起來很像 對會有色差 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麵包麵包不用難過 他乾了之後的顏色不太一樣 對其實還在流 學習一下 果然還是要看結果 分血液配呢 對耶 還有清血液配 我還沒修 我還沒有看有哪些可以用 麵包麵包拒絕分享 那麵包我可以分享你的嗎 但是 你的乾掉之後 顏色略為微妙 麵包不要分享 麵包拒絕 麵包覺得他自己 藝術天分沒有很高 他不願意出賣他自己 沒關係啦 你發一張就好 你就生血液配 這樣就說不用太大 大的可以 好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發的顏色 就我覺得 看一下 後來都放棄一次發太多了 請問麵包可以露腳底嗎 不行 跟大家分享一下麵包 這邊的顏色還是很好看 但是這邊剩下去了 這邊的顏色被藍色吃掉了 這一塊被藍色吃掉了 就是乾掉之後 有顏色的部分掉下去了 他應該是剩進熊的身體裡面吧 顏色都被吃掉了 流線不見了 但其實我不太知道為什麽 我沒搞懂為什麽 藍色是加太多嗎 但是主要是因為 我爸在做的時候 然後他做的方式跟老闆教的不太一樣 就是老闆教的呢 是他說底色放最下面 然後底色放最下面的話 他是以流動式的方式從頭到下去 因為我做的是大隻的 他們做的是小隻的 小隻的課我沒有在上 所以我不知道 然後他是直接從頭下去 然後下去的話可能就是 先是第一個顏色 就是第一個顏色 然後第二個顏色 最後才會是整個藍色 然後藍色可能就會流線性的覆蓋在其他地方 但是麵包他是讓他躺著 然後躺著之後直接淋 就是他是很均勻的讓三個顏色都在上面 然後可能他藍色的那個時候有加的比較多 然後藍色就都被吃掉 就是他就都吃掉了其他顏色 這一塊的其他顏色就不見了 但這塊就還是蠻明顯的 對 我覺得應該是顏料的比重的問題 對 之前看照片看起來不會 所以我也不太懂 這可能要問一下 就 我也不理解為什麼 但是你看 像後面的話 其實他後面還有維持有顏色的紋路 還是蠻好看 大隻小隻 原理好像不太一樣 原料一模一樣 顏料是一樣的 濃度嗎? 濃度也沒有改喔 應該是 對 比重重的顏料剩下去 退色了 不知道 這應該不會是退色的問題吧 我的就沒有退色阿 我的跟你們看到的時候幾乎是一樣的吧 藍色到的時候有比較乾或比較黏嗎 倒下去的時候 藍色用太多了 對啊 你看 是不是最後是這隻的紋路勝利 但是因為我這隻用的壓克力顏料很多 我的會量他的不會阿 應該是熊的材質的問題 是熊的材質的問題 好像不是耶 好像是顏料的關係 他的可能是不同牌子的顏料 因為我媽媽做的那隻也是亮的 但是應該是顏料的關係 不應該 對 我感覺是顏料 因為我媽的這隻會亮 但是他這個藍色可能 對 應該是7的差別喔 選對7也很重要 這場是一個勝利的大反轉 是不是 應該是顏料不一樣 藍色後來浮出來 喔 我聽懂了 就是 原本的藍色在倒下去的時候 沒有這麼吃色 沒有那麼重 然後 乾掉之後 藍色浮現出來 把其他顏色蓋掉 所以不是其他東西剩下去 而是藍色跑出來把它吃掉 是吧 那就是麵包的藍選錯了 因為你看我的這個是 比較 Tiffany綠 但是他用的不是 他用的這個藍色 我的 我整隻沒有用到 物理上來說應該是不太可能 那我也搞不懂 大家可以去問一下老闆 對 小隻的不會有蝴蝶結喔 老藍色 是 但是有啦 他在製作的時候 有一名驚人 這樣就夠了 在製作的過程中 他贏得了所有電源 跟我的掌聲 顏料也是很神奇 乾念榜了 是的 這個 要麵包了 大家 希望大家追公車順路 不要像我一樣 掌聲響起 對 曾經有光輝過 小石寥寥大胃必加 麵包 示範也不一定要 原料用對了 可能就很好看 不知道為什麼 該睡了 對 該睡了 就這樣 今天還有什麼 要跟大家分享 現在是一個充實的一天 我在面面業配 什麼在面面業配 不是說你追公車 對 追公車 你在等面面業配喔 好啦 可能要一陣子 我最近被業配追著跑 改天有機會再試試 只有我剛出生的時候 是高光時刻 看到最近還有什麼 最近還有什麼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沒有 我還有上面寫說 逛X-Rage 買了什麼 然後 桃園健康樂伙 對耶 那個 食安家年華之後 還沒有開過直播 我的 首次 Rumor 出P了 冰淇淋 冰淇淋 冰淇淋好吃 沒關係 其實蠻好吃的 我蠻喜歡的 桃園很開心 我盡力了 我會再加油 希望之後 每一次 如果有機會 每一次公開表演的話 會希望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進步一點 你們 你有 可以啊可以 我不介意崩潮 沒關係 我是講香腸押襲 是推押押襲 高雄公車司機表示 追不到台北公車 但是每天開的路線 都會經過看板 沒錯 我跟你說 我在高雄坐車的時候 就偷拍路過的看板 能看到你 很開心 有 我有看到包子很努力的在拍 一直在拍 辛苦了 謝謝大家 而且 那個時候 就是桃園的工作人員還嚇到 就是他們主辦單位就說 奇怪 今天不是平日嗎 怎麼人那麼多 他說 你們的粉絲超早就來排隊了咧 他們怎麼了 我說很多人都請特休來 我說超級多人請假你知道嗎 然後說真的假的 我們原本以為想說平日 感覺人就不會很多 然後 重點是我們那天下車之後 就是大家就是 就人群人潮雙隆地衝過來拍一照 然後 我們就把金金姐姐 忘在後面了 我們沒有接金金姐姐 金金姐姐一個人拿著我們所有的行李 然後追著我們跑 結果比平常還要滿 想太多了 中午到的時候已經算完了 他們怎麼了 對啊 怎麼會怎麼 到底哪來這麼多人 高雄的都跑上去 高雄的都跑上去 還好 對我們直接放聲了姐姐 姐姐 姐姐超受傷的 欸 主持人 老實說 我不確定 我在嗎 上一場我在嗎 我不知道 你 苗栗是哪一場 對 姐姐要離職了 姐姐明天是最後一場 這種大活動的閉幕吧 對啊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閉幕會開在平日 我不在 對嘛 苗栗我不在 所以我就想說 我應該 我應該 感覺沒有遇過這個主持人 感覺感覺 苗栗那次沒有沒去 我知道苗栗有十個人 十個成員去的那一次對不對 他們去苗栗那天 他們回來都是很開心 好羨慕喔 我也好想去苗栗那一場 我很想去苗栗那一場 因為那一場他們說 玩的超級開心 有我有說 就是 他那時候就說 搬在平日 怎麼會這麼多人來 我就說 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粉絲 反而平日比較方便 然後就說 很開心 這次居然是平日的活動 歐喜迴避的一場 那天的直播很開心 好 是等了 大家可以 明天跟姐姐說生畢業快樂 苗栗是疫情後的第一場 很有意義啊 好想去喔 可以聽到 only you 姐姐的畢業商演 久違的見面的一場 對啊 而且那一場很多人 那一場有十幾個 呃我不是 我在高雄沒有搭公車 TP有活動 我都很方便 喔你剛說坐車 我坐的不是公車 TP有活動我都很方便 疫情後 真的可以跟他說嗎 他會不會嚇到 嗯應該不會 因為你們是從那個吧 你是從別的工作人員的現實動態看到的吧 對吧 去年十月初 對 我知道苗栗有十個 他們回來說很開心 好難過 他們玩得很開心 是 喔是成員講 我以為你們是從工作人員那邊知道 很多事情真的都不能講 不知道為什麼會 很多東西都跟大家分享 我原本以為是你們自己去追其他工作人員的IG看到的 誰叫工作人員 我不知道啊 我以為你們都會亂追 喔好吧 那那算了 那算了 很多人都會講 呃 曹 對不起 那照理來說 那我就不推薦大家 去跟他講別款了 都是我們的資訊 好那我以後都當不知道好了 這些東西如果是成員講的話 我都認為不應該講 對啊 姐姐姐很厲害 姐姐說不定改天就代意上去跳 對不能講不能講 詩雅公演之後就會叫姐畢業 好的呢 還有人去金香顧家直播 好的呢 好的呢 你說詩雅講喔 詩雅公演的時候就有說 你說詩雅公演當天 他是詩雅什麼時候講的 他跟詩雅一起言壁中 是的 都在都在言壁中 唸榜啦 不然我等等跟你告白 你就會答應了 而且我也是這樣覺得 好的 我要唸榜 什麼時候 我也想看STEPH版本的LUMOR 先生瓦莎 哇 恭喜瓦莎比紅車追到公車了 心犯手拍 該休息了 是的 那就唸了吧 唸榜了 我要唸榜了 等一下我要先看上次貝勒爺 那貝勒爺上次那個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那個 他寫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寫說 加班完 聽面面 整日辛勞便不見 歡樂歌聲來展現 播放一遍又一遍 期待北上出差時 車邊看板先見面 玉米濃湯別勾芡 押韻苦手 我在練超強的好不好 這哪是押韻苦手啊 超威猛 超威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順便公餐日本金版推薦 大阪的話 推薦 阿斯卡里 辛蕎麥麵 還有 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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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是不一樣的東西 浪花卡拉 浪花卡拉機 浪花機 北野屋 炸物定食 還有大阪的 洞洞亭 凍飯 炸物 牆外面 大阪的 超豚骨濃度八 欸這個我有興趣喔 豚骨拉麵 還有一個 本家柴藤 不會油膩的鰻魚 但略貴 但我覺得鰻魚飯是可以試試看 因為 雖然說 在台灣很容易吃到那個 假鰻魚飯 但是 是沒有吃過真的鰻魚飯 倒是 已經有六個人在明天的舞台前了 瘋了吧 天啊 該不會要夜排吧 那個 距離明天還有 35分鐘 明天我們是幾點的場 是要過夜障位置嗎 看起來就是要夜排 太努力了吧 大家 大家身體真的要顧好好不好 就是現在大家都很認真的在提醒我們要好好的照顧身體健康 沒事就多多休息身體健康檢查 對 有需要的話 多保保險這樣 要睡覺 要健康 要記得去健康檢查 好不好 對 四連比賽 決定七 七點四十上台 好生氣喔 我看到那個七蛋 就好想去 我可不可以明天也去一下 我要在下面打 還有大阪 喔飯店 一枝彩 拉麵日 住客免費拉麵吃到什麼 很多大阪飯店都是 之前 我之前住過那個新災橋那邊的 就是 是不是就在新災橋 新災橋的 一家飯店 我之前住在那邊 然後他也是每天晚上都有拉麵 夜排中 你可以當槍手 我們需要 貝雷帽面面 是的呢 今天這算爆童帽吧 還是貝雷 今天這個有點 應該算貝雷 應該算貝雷 哈囉點兒 我們很久 我們很久 五六年前去大阪的時候 住的是道頓爵 有人跟我講說是念那個 那個 辛枯漿 沒錯我知道是念辛枯漿 但是呢 因為辛枯漿 當地人不會念辛枯漿 所以我想說在IG限動 是為了讓更多的當地人可以去採點 總是要入境隨俗念辛絕漿的嘛 我總不能在那邊說 哈囉我在辛絕漿 當然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這也不叫辛絕漿 叫做辛枯漿喔 上次住南坡 南坡飯店 對 道頓爵 比較多人唸 還有辛絕漿 呃 不是辛絕漿 他是辛枯漿 其實 就是他那個字 是唸枯 我記得他的步手 欸他步手是那個吧 土布的 對對對對對 那個啊 因為 你們知道有一部漫畫叫做 枯雨公春嗎 當初 當初在台灣紅起來的時候 一直有人唸 絕雨公春 絕雨公春 然後其實那個字是唸枯 對 但是因為他是日本漢字 其實台灣是不會有這個字的 唸Holy 所以那個字其實發音是枯 可是 在高雄裡面有人會說 我要去辛枯漿 也不會有人說 我要住道頓枯 大家都一定是唸絕 然後那時候就有人現都會有說 念念這個應該要唸枯啦 然後說我知道 我也知道 這個字唸枯 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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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啊 對 絕雨公春就是你是不是 我 當初我知道那個字 我都去 辛惡里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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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疆 喔 是念 是用台語 是不是 自己就是高雄人 真的沒有人念 對啊 而且當天 後來就幫我拍影片的人 他本身人就在那邊是暫時半個本地人的 他也是說這裡是辛絕漿啊 對嘛 這裡就是辛絕漿啊 好的 大阪還有北極新蛋包飯還好 但是採點日本第一家蛋包飯 欸 我有可能想要去採蛋包飯 因為 有剛大規很喜歡吃蛋包飯 然後 但是台灣的蛋包飯呢 跟日本的蛋包飯味道差很多 我還蠻喜歡台灣蛋包飯的 但是我記得我好像對日本蛋包飯非常的 不感冒 我覺得好像還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很喜歡 我只好去追星了 北極新的蛋包飯是不是 好 我有機會去好不好 還有什麼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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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災橋分店 牛肉堡 北極新蛋包飯 宇治 地基家 Cocomo Cocomo 串燒家務定食 欸Cocomo我好像認識欸 金龍拉麵超難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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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怎麼會有人覺得金龍拉麵很好吃 金龍超難吃的耶 機長 覺得金龍拉麵難吃的 拍手 叨啦 舉起我的右手 叨啦 我覺得金龍拉麵超難吃 而且我那個時候金龍 我們 因為我們上次去 大阪的時候呢 是十幾個人一起去 我們十幾個人呢 只有兩三個 阿伯跟叔叔吃完了金龍拉麵 因為金龍拉麵很大一碗 超級大 超級大的那種 然後很便宜 就是算是 日本 蠻 數一數二便宜的 拉麵店 然後也很 大間 就是不會 不太會有排隊的問題 然後可是因為很大碗 然後 真的不是我的菜 就我跟我媽 然後跟妹妹弟弟們 然後跟幾個阿姨 都非常非常的覺得不好吃 然後就只有一些叔叔阿伯吃完了 但是他們也沒有覺得好吃 就是吃完了 但是因為金龍很便宜 它是日本紅的拉麵裡 算是最便宜的 拉麵喜歡魚介系 魚介系是什麼阿 鹽味還是柚子 我喜歡 我喜歡柚子的 不要喜歡柚子的味道 楊鵝莫莉 謝謝楊鵝莫莉的 慶典會員票 嗚呼 你好 你好你好 楊鵝莫莉 對看來只抓住了大叔的味蕾 就是為了讓他們吃很飽 NMB劇場旁邊的千日前那邊 好吃的有很多間 欸而且 呂貓你怎麼也有什麼 你怎麼把什麼帶去柴點了 什麼好可愛 魚介系柴魚醬油喔 還好欸 可能柚子跟鹽味的會更 柚子最喜歡 鹽味第二 是不是賣第一次去大阪的就夠了 賣 賣是什麼意思 喔 就對了 你說金龍拉麵只負責賣第一次去大阪 對 第一次跟團吃金龍 覺得腎臟受到了暴擊 我覺得 我覺得很油 然後味道很微妙 然後 可能因為我在吃金龍之前已經先吃了一蘭拉麵 然後一蘭拉麵它 它的那個麵條體很細 然後金龍沒有那麼細麵 然後我就覺得 跟我想要的不一樣 魚介系就是湯用海鮮 欸這麼假的 你們知道那個嗎 之前我去吃的那個 排很久的那一家 忘記名字了 排很久的那家 柚子 柚子 欸不是柚子香 呃 橘子香 是柚子嗎 反正就是之前有一家 對 鴨的那個 蘇巴姓 對 柑橘 柑橘 柑橘那一家 在 在永川還是市政府那裡有一間是賣魚的 就是肉是魚的一家柑橘 然後 我就很想去吃吃看 但是我到現在都還沒去過 我覺得 京都柚蝦也蠻好吃的 京都柚蝦好像是在復興 那邊 搜狗那邊 我之前也有去吃過 因為那一家很酷 那一家上面全部都是 那個 底 不是底片 那個 黑椒黑椒 雨水不用排隊的樣子 我還沒去過 雨水 好吃嗎 那一家 看一下 奇緣維治郎 烏龍麵 我對烏龍麵沒有特別特別喜歡 雨製 中春藤級抹茶冰淇淋 抹茶冰淇淋 抹茶冰淇淋 感覺可以 我覺得很好吃 我在想 就是 老闆 拉麵部分結束之後 要不要關了 剛說要關了 從17分到現在 好啦 關了啦 等你念完本 下次再跟我說 可能太久沒吃到好吃的拉麵了 好的 好的好的 人家藝蘭是九州系啊 我覺得藝蘭真的很好吃耶 剛 他在台灣常常出現之後 就還好 現在還好 那 有需要我從什麼日本代購回來的嗎 但是 從日本代購回來也沒辦法放到你們手上 抱歉了 抱歉了 今天的 第15名 今天的第15名是 做自己就好了 最真實的自己 但又記得開心 謝謝今天的第15名 菲菲瑋瑋 幫買友人居 放在松菸樹下 請代購 請代購什麼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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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整個傑尼斯關店帶回來 今天的第14名是 夜空sky 哇 但是我這次應該不會去走一個傑尼斯行程 我現在沒什麼 沒有很認真在追傑尼斯 應該是不會去追傑尼斯 我現在覺得小紙片與我如浮雲了 大家記得我們那個 十月生血大家還是要購入的好不好 今天的第13名在桃園的活動現場看表演館 就是棒 期待生日拍見 欸 我跟你說 我跟 我跟劉雨晴這個愛心啊 怎麼大家 犯拍犯拍起來 十張有九張都失敗 我們 我們很努力想要讓這個愛心 沒 就是 就是好看一點 然後結果 只拍我的 看起來很像在 就是什麼功夫雜耍 有成功的 等等發好 謝謝喔 謝謝心情 但是 就是其實桃園這個我還是蠻開心的 因為 桃園這次的商演算是我很久已經沒有商演了 我距離上一次 距離上一次出外商演是什麼時候啊 好像很久了 是不是之前的蝦皮 而且蝦皮也其實也不是現場的 五月 西門 啊 我知道 那個三里歐 逢甲 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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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較近嗎 那是幾月幾號的事 也好久了 那時候還有詩雅 對吧 逢甲大學 西門還是 我們的商演定義很不明確啊 就是 不是我們隊內的表演都算商演吧 那個今年吧 逢甲近 西門是 喔西門是去年了 逢甲 逢甲 欸 逢甲算笑唱 算不算雙眼 算吧算吧 可能吧 逢甲 逢甲也好久了 然後 最近的有在外面表演 你們沒看到的是蝦皮 蝦皮是直播嘛 就是 跳了一首卡納酒 然後 就再也沒有 再也沒有表演過了耶 就 最近的這次桃園 我真的是超級興奮的其實 雖然說 Rumor壓力很大 但我真的盡力了 我真的盡力了 大家有看到我努力拼命的撕吼 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唱完歌之後 回後台燒蝦 我回去一直在咳嗽 然後就說 有點少瞎 比唱六個小時的KTV還上喉嚨 謝謝 除了表情以外 都很棒 謝謝囉 有沒有聽到 Hey Whatsapp 我覺得越聽越像髒話 就是 往死裡吼的時候 那個Hey Whatsapp 聽起來真的是完全就像髒話一樣 很純粹的髒話 好的 我真的盡力了 希望大家都有聽到我們的怒吼啊 很棒很棒 謝謝大家 希望之後還有機會 在現場表演Rumor給你們聽 但Rumor真的不能隔放 我對你有點醜 但沒辦法 我就是 你知道我後面 表情無法控管 原因是要用力 就是我會沒力 所以我得 我得 靠著我的臉出力 但我覺得耳麥真的有差啦 好的 那 繼續唸 繼續唸 今天的第 今天的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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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名 麵麵 怎麼辛苦了啊 在南部都說 沒辦法去台北大車隊 我跟你講 我在台北 我也是追得很辛苦 會請台北有人幫忙的 希望台北有人 幸運的一次追到好不好 希望老闆多多保重 每天都能健健康康 期待未來節目 欸真的 真的不是跟大家 真的不是跟大家開玩笑 大家如果平時 有空 覺得身體不好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多去檢查 這樣子才能夠有助於 讓你們身體健康康 快樂追星 快樂上班 讓你們每天 人生精彩豐富 謝謝星 謝謝星 耶 我覺得 你們反而不要唱那麼大聲 呼吸會比較好調整 蛤可是 當然老實說 不要唱那麼大聲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的觀感會更差 所以我真的覺得還是要吼出來 雖然不好聽 雖然不好聽 我是覺得 就是聲音要大的時候 唱這首歌很難好聽 可是 因為 只是唱歌的話 氣勢很不夠 對 就是氣勢很不夠 就是 你們知道 像是演唱會啊 一邊唱跳的時候 這我舉個例子 蔡依瑩好了 她在 她在那個 錄音室裡面的唱法 跟現場一邊跳一邊唱的時候 然後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 現場呢 她們還有那個舞台的效果加成 會讓這個舞曲看起來很有魅力 但是因為我們可能就比較空一點點 如果 那個氣勢沒有到的話 我們看起來 很像在做復健 所以 真的是 沒有辦法 不好出來 不好出來 看起來很像在復健 現場可以降Key嗎 老實說 我真的有在想這個問題 因為 雖然 Rumor在我的音域裡面 但是 因為 因為我的音域偏高嘛 但是我就是低不下來的那種 像 夕陽我就唱不太下去 然後 Rumor 其實偏太高了 就是 對我們來說 邊唱邊跳的時候 對很多人來說 非常吃力 因為 光是那個喊的地方 嘿 我唱就很高嘛 整首歌都在上面 你一邊唱一邊跳的時候 如果要撐在那個音高 超級容易破掉了 然後 我就在想 現場到底可不可以降個Key 可不可以降個Key 但是我目前為止 好像還沒有試過降Key 所以 也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雖然是有想過 但是目前為止 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差 不行 應該要原Key 調性不同 這首歌可能就不一樣 還是要叫觀眾一起唱 有吧 你們有沒有Hey What's up 你們有沒有一起喊 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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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What's up 不知道 如果你們一起唱 會變成怎麼樣 背景音樂再放大聲一點 可是背景音樂是沒有人聲的 然後 感覺會 欸 背景音樂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種 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 可會出事 你可以想像 那個小小小條的Rumor 小跳的Rumor 一起跳 會變成淡淡憂傷的Rumor 喊不夠大聲吧 嘿 哇操 觀眾一起唱會變多部合唱吧 好的呢 然後接下來繼續念榜 現在唱到第11名 今天的第11名 嘿 直播辛苦了 追公車也辛苦了 對今天真的很熱血 抱歉了友人A 我們真的是追了 算到剛剛9點的話 追了9個小時 直播辛苦了 追公車也辛苦了 話說我終於買到生日快的票啦 欸 生日快還有剩票嗎 第一次參加生日快真的好期待 這個第二波釋放 這個第二波釋放 這個生日快的票 大家都買到了嗎 這9個小時3台 沒有啦 不是一直都在追 中間有3 大概追6個小時 大概追6個小時 還剩下4張 大概追6個小時 其他幾個小時 有比較鬆散 對 還有4張 我跟你們說 好 那我是不是應該再透露 再透露一點生日的 生日會相關的那個嗎 這次有主題性 然後周邊是食用型 然後 而且這個周邊呢 未來 你們就是擁有了同款 就是我們也會 經常炫這個周邊 我們之後 聽說不是有時候 對現在還剩下4張 最後4張囉 最後4張囉 這個未來我們很有機會 不停的炫 我們也擁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 生日會當天呢 雖然細節不能說 但是 就是有一個很特別的 類似一番賞環節 好不好 類似一番賞環節 就是大家可以去現場 看看 先平實力 再炫手氣 先平實力 再平手氣 好不好 怎麼樣怎麼樣 很豐富嗎 為了 就是因為不能 不能太多的 就是做 就是我們不能有太多的 行動上面的那個 就不能太吃力的活動 所以我們這次就 有選擇了很多的 最後賞這個好難喔 能去就好 該準備去拜拜了吧 該下單了吧 一番賞我好大 我都很爛 非洲手 非洲手 大家期待一下 欸 喔 剛剛有人說 我有的時候沒有聲音嗎 有人說 我有時候沒有唱出聲音嗎 剛剛 我怎麼沒看到這個留言 剛剛有嗎 有這個留言的話呢 就要我們來解釋一下了 一番賞無緣 遊戲會送東西嗎 嗯 不好說喔 大家來了就知道啦 對 我不知道 因為有人說 剛 我也沒有看到這個留言啊 好吧 那如果有人有這個 問題的話 就是說 我有的時候有聲音 有的時候沒聲音的話 那是因為rumor 是輪流唱的 如果大家全員一起唱的話 我們可能會缺氧而死 所以 我們的這個 rumor呢 是輪流 就是 我們有分 每一個人不同怕 然後就是 包含副歌也都是有分段 所以就是 對 如果要全唱的話 我們真的是會直接在舞台上窒息 抱歉了各位 沒有每一段都有辦法唱出來喔 真的是 會死掉 會死掉 大家就是 我們確保每一段都一定會有人出聲 好不好 還想看偶像啊 大家 hey What's up 還有 麥眉聲 大家搶著吧 對 對 你們有聽到那個1234沒有聲音 然後 全部都是粉絲的聲音 你知道 那個錄影啊 就是大家不是有直拍我們 拍那個嗎 閃亮的幸運 然後 然後 然後聽到的都是 1 1 2 就 開頭消音 全部都是粉絲在叫 然後我說 原來這次閃亮的幸運 生的是你們啊 哈哈哈哈 我們也傻眼 然後 然後結果我們在轉圈的時候 大家都笑得很開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聽到那個1234 全部是你們那個 激昂的嗓音 1 2 3 4 超好笑 那個影片裡超明顯 因為影片是粉絲拍的嘛 所以就是聲音全部都是收到你們那個 1 2 3 超好笑 但是我覺得品寒單位已經傻眼了 怎麼沒有聲音 1 2 3 只有我們好像放炮一樣 嚇我一跳 沒有 沒有 閃亮 駿哥 沒有變好不好 閃亮的幸運 不會因為你很久沒有追活動就變了 的確是要喊的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的麥好像沒有打開 因為 那時候就是 彎兔睡風下去 然後 就是品寒那個麥沒有聲音嘛 然後只有 經濟姐姐就說 他就超緊張 他就跟那個PA大哥說 大哥大哥 你還沒開聲音 你是不是沒開麥 你是不是沒開麥 然後大哥才 喔喔喔喔 對 那個麥克風一聽就知道是沒有開麥 然後 然後結果 就 造成了這個 粉絲唱1 2 3 4的畫面 經典名場面 以後 他的WhatsApp就交給你們了 對啊 應該是很明顯是麥克風沒開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也覺得不太能怪人家 因為我們前面那個 Overtrue 主持人 很多活動的主持人都嚇到 因為他不是都會說 歡迎我們的AKB48TV 然後 往這邊 然後就想說 然後我們就站在那裡 然後主持人呢 歡迎我們的AKB48TV 然後 沒有人 然後直下才出現那個 AKB48 然後他說 這什麼東西 AKB48TV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出場音效是不是 然後每一次都可以看到主持人非常驚慌的臉 然後 就想說 我想跟主持人說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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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 然後 上台之後呢 就是 其實PA大哥也不知道 我們到底可以開麥了沒 然後有些是 前面就大家就準備好姿勢 然後說音樂 音樂開始了嗎 要唱了嗎 然後 其實我覺得他們 就是跟一般台灣的歌曲一定差很多 所以 我覺得不能 不能怪人家 台灣沒有過的表演沒事啊 沒彩排都不知道吧 其實你們也可以衝出來跟大家一起喊 停TV 到底什麼時候要開始 所以就是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幫我們喊了1234 剛剛到第幾名來著 剛剛在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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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參加生日會了阿伯 阿伯 為了生日會 你有做什麼準備嗎 謝謝阿伯 希望大家來生日會都可以玩得開心 而且可以見到十久不見的吳同學 吳同學是 你們 真的 這樣吳同學 零零種種 要見到他 你要去高雄 高雄電影節 然後去完高雄電影節 然後就來參加一下我們的生日會 好不好 要見到吳同學 可是非常難的 吳同學銷售很多 要見到吳同學超難喔 大家 會先衝上台 好過分 找出完規組合 羊羊出去外面吃草了 好 晚安 拜拜 祝你吃草勝利 其實 對 下週還有關渡電影節 關渡電影節 高雄電影節 然後再來是十月生日會 星期一也可以看到他 大家認得出來喔 他瘦超級多的 他真的是直接進了一個減肥營 但不健康的瘦請大家不要學他好不好 就是大家要身體健康 他現在見到我們第一句話就是 你最近健檢了沒 你最近健檢了沒 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照顧身體 今天的第 呃 大家不要看我們現在笑得出來 就是 他當初 就是 他當初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有點嚴重 今天的第八名 麵麵直播辛苦了 聽說麵麵為了追公車而晚直播 抱歉了大家 辛苦了呀 跟你說 明天要去看京都菊樂團的預演 這個很讚 很多人要去看吧 菊樂團 感覺去現場一定很震撼喔 一定很震撼 我跟你講他們超強的 根本 根本是特技團耶 還有聽說 Recycle也剩三場了 沒錯 一月就是最後的千秋樂了 一定會到的呀 要看當天有沒有事情撞到 還有 他叫做高雄 還有高雄很有藝術天分喔 好看 還有呢 我已經開始期待生日會啦 會不會生日會當天 會跟夢裡一樣呢 這倒是 可以 試試看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不好 雖然說 不一定會出現在生日會的環節裡面 但是生日會你們目前為止 最喜歡什麼互動啊 呃 該不會又會回答拍拍立德吧 就是拍拍立德是不是挺長拍拍立德的 好多生日會都在拍拍的 今年的比較不正啊 你說要菊樂團嗎 太過分了吧 哇 互動喔 現在大富翁啊 那是三月玩過 是不是 不要抽到粉絲說笑話環節 來台下晃的吧 不過現在不行 欸 不知道耶 後台 後台空間蠻大 懷念可以喊的公演了 現在現在公演 你在日本也不能喊吧 日本是不是現在還是不能喊 不要體力活啊 很多人還沒拿到 拍立德 我跟你講最厲害就是拍立德 都是之後 就是那幾個粉絲一直抽到耶 到底怎麼回事啊 上輩子到底燒到什麼香 喔 之前說疫情不能下台 抽粉絲講笑話啊 但是笑話大權也是要背的 日本要試半可以喊的公演了 要玩大富翁可以 但是不要再回到起點了 就是死都不會到中間 還不能喊 只能拍手 要有夠執著 來台下互動是蠻有趣的 就跟粉絲都是洋熊拿到一樣 對啊怎麼一直拿到彩帶了 我的天啊 剩下最後三場了 大家要盡量不要讓洋熊搶到彩帶好嗎 大家要努力 大家要努力 燒香拜拜樣樣來 才要試半而已 但是減半人數 上次七月才撞過 喔 對耶剩下球場 全餐的部分 全餐的部分 對 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對 是拜拜還拜的不夠努力 哈哈哈哈 不夠努力啊大家 台下互動其實不錯 我不知道現在疫情可不可以 大家可以問問看 台下互動 拍拍立得 什麼之類的 請姐姐把洋熊排在山頂啊 這倒是不行 他的這個 他這個怨念很強啊 就是他 我也是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 哈哈哈哈 他位置都挺好的 這就是執著的怨念啊 多一點時間可以拍我們 欸 時間這個 拍照時間好像不是我們能夠控制 彩帶量都要先剪一條 飛衣味都在採陽霜呢 希望可以再拿到一條 死而無憾了 我們這次還要戴口罩嗎 你是 之前生日會難道有戴口罩的問題嗎 上台戴口罩嗎 可以拍照時間拉長嗎 應該可以喬 但是其實拍照的環節啊 就是那些啊 就是 切蛋糕 許願 之前還有什麼 我問問看好了 阿晴那一場就可以拍很久 阿他們都戴口罩喔 上次七七就能控制 真的嗎 可以拍照時間拉長 好 那我 問問看 我問問看 只能講話久一點拖時間 好的呢 我們繼續念吧 講話久一點拖時間 有沒有推薦今年許什麼願望 今天的第十名 麵麵直播辛苦了 今天的帽子很好看 這頂是新帽子 醫生都說要走點歲月花 就乖乖聽話吧 好的呢 我最近都有乖乖聽話 直播時間相信這樣我們都可以配合啦 對自己多點自信 相信素顏一定也很好看 謝謝 阿哈 阿哈我突然有這樣可以放了 所以生日會 好怕 生日會很大耶 太好了 欸 剛錄坑第一年就有生日會可以參加 順利順利 果然是天選之人 謝謝阿成 對 許個無機會 無機會不要再變手 許 我要許個願望就是 接下來願望可以講五分鐘 我得開始想願望 今年的願望 22歲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嗎 可以許什麼願望好呢 今天的第九名 老闆追工作辛苦啦 我還沒時間開始追阿 大家各位上班仔 辛苦了辛苦 直拍有點晃 希望老闆喜歡 感謝各位當天辛苦的直拍 下次會伸出腳架 試著讓直拍不晃的 照片拍了很多 但是還沒修 抱歉了 應該是挺難修的 請再等等 早點休息 可愛蓮姐姐 最後請幫我跟可愛蓮姐姐說 你好可愛喔 可以做我的女友嗎 後面這句 我是不會幫你轉答的 你會不會出鏡喔 沒開玩笑的 可愛蓮姐姐 對 可愛蓮姐姐辛苦了 謝謝可愛蓮姐姐 用她的青春 創造了我們的青春 她陪伴 她算是陪伴我們非常非常久的工作人員 真的辛苦 也是 也是 把她新鮮的肝 都變成黑色的肝的工作人員 謝謝北人 我覺得再次 再次感謝豪妍的工作人員們 就是 工作人員姐姐們 都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有很多年輕的姐姐 一畢業之後 就進來這裡陪我們出生路死 真的 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的第 欸 等等喔 我剛剛是不是唸過北人 還是博承衝上來 是博承衝上來嗎 是博承衝上來嗎 是博承衝上來對不對 我剛剛有到謝謝博承嗎 是不是 謝謝博承 剛剛後面有拍到博承的首 今天的第七名 有有有 我剛剛有看到 流星要教我追公車是不是 好 我會好好 就是關於追公車這個 藝術跟這個 這個 我不懂的知識領域 我會好好學習的 畢竟大家這次開了這個 六台公車的難關給我 我會好好追 謝謝流星的指導 我待會就去學 我待會就去學 謝謝流星 六台 我跟他說 有人A就一直罵我 他說 我連我的心 都沒有在追了 然後呢 對於這個 我每天都可以拍到 還可以跟他一起吃飯的人 我還要一直去追你的公車 但有什麼病啊 氣死我了 然後他就是 我們在公車總站的時候 他就一邊罵我 然後一邊拍 他就說 這時候會被你氣死 然後他就一直罵 一直罵 呃 謝謝人A 謝謝人A 陪我一路到了舊莊 舊莊真的有點偏遠啊 所以真的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 好嗎 今天的 第六名 麵麵 追斯芬山 直播辛苦啦 給大家歡樂的週末 也要保重身體呀 沒錯 現在是10月10號 送食節 連假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玩 超級派對 好玩吧 我跟彥子豬真的是玩得快瘋掉 而且我跟你說 我今天 我有說法 就是我說今天追了9個小時的公車 但中間有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我卻有跟有人A 有人B也玩了 那個 超級派對 超好玩的 快瘋掉 無以回報 請線上冷笑話一則 哪個英文字母的哥哥可以吃 英文字母的哥哥 B B群 B B的哥哥是什麼 B哥 D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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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哥可以吃嗎 可以吃喔 可以吃喔 Eat E 好不行 我不知道可以吃 可以吃 加 加 B加 A加 好我不知道 看一下答案 答案是V 因為 它是V哥 V V Vigo 對不對 B也可以啊 A為什麼 Ego也可以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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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o 英文是吧 英文 B也可以吃 B也可以吃 這個我不能接受 Ego 一個老英 叫Ego 兩個老英 叫兩個 不行 不行 這個太爛了 這個不行 這個太爛了 這個不行 第二則是什麼 哪一個英文字母的哥哥很色 這個知道啦 D哥嘛 剛剛有講啊 豬哥 因為他是D哥 好這個可以 這也不可以 但這個我剛剛前面已經先猜到了 怎麼辦 不小心被爆了的部分 好的 今天的第五名 在昨天 終於很順利的採到了舞台生日公車 好目前進度三台好不好 途中艱難的遇到下大雨 對 今天最碎的就是一路都給我下雨 因為我快氣死了 怎麼都沒有雨停的時候 我一直在等雨停 也很開心 在桃園施安站展 遇到我們 講得好像是不小心遇到一樣 明天高雄看板見啦 對我明天也會在高雄的城市光蘭 站在那裡等你們喔 希望大家如果明天去高雄有順路的話 也可以去城市光蘭看看我好不好 我站在 我就站在城市光蘭那裡等你們 歡迎大家來找我合照 我這個 就是站在城市光蘭 因為為了讓大家拍得好看 所以我就是不能動 所以大家就別逼我了 我為了要讓每個角度360度的無視角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跟我拍照 謝謝玉安 好幸運喔 怎麼會在桃園見到你 好開心喔 怎麼可以如此幸運 可以合照 對歡迎在城市光蘭跟我合照 好不好 我站在城市光蘭 一定很多人在那邊跟我合照 就是要排隊喔 只是一個角度 不是360度 你們可以360度的跟我合照 我不行 上班辛苦了 上班辛苦了 不是下班辛苦了 我的手環好好看 這個是黑曜石 黑曜石跟黑髮精 飄在那 那老闆六合有推薦哪湯好吃 我最後沒有去六合夜市 但是那個有人 欸有推薦排骨酥 我看一下 他推薦的那一家叫做 排骨酥 他說六合夜市有一個排骨酥湯 很讚 什麼排骨酥啊 他有傳給我 六合章排骨湯 在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5號 然後他只推薦了這一家 他說六合夜市只有這家可以吃 那老闆六合 對就只有這個 就只有這個了 抱歉了 謝謝還差來得及簽到 辛苦了 這為什麼大家都在上班啊 今天不是號稱廉價嗎 好嚴格 六合夜市 對對對 現在在講六合夜市 因為我剛從高雄回來 好的呢 那我現在要繼續念榜了 剛剛是玉安 現在第四名 第四名是我們的副偉哥 再給我五分鐘 練一下LUMOR 說好囉 下次要跳喔 新奇樂真的是看得很開心啊 謝謝你有看到了我 給了我飯撒 沒錯 那一隻快要斷井的鴨 不過我內心充滿了一個疑問 當你在台上大喊 一起來跳LUMOR的時候 請問我要現場我要怎麼劈腿 一起跳LUMOR跟劈腿的關係是 說真的要好好保重身體健健康康 你才是我想要看到的啊 要乖乖吃飯乖乖睡覺 這樣才是我的乖寶寶 想要得到我的財寶嗎 也沒有很想 想要的話可以全部給你去找吧 我把所有的財寶都放在大車隊裡 我有看到大家的經營財寶都在路上跑 我很努力了 我盡全力想要跟這個財寶合照 我看一下 我今天有跟財寶合照照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212 正在路上跑的212公車 這家 有沒有看到我 有沒有看到我 但是因為已經太晚了 就是裡面的燈已經透出來 我很抱歉 如果有時間我會再重複踩好不好 但是如果沒有時間 不好說 然後這個最棒的就是 我這個拍得非常完美好不好 青馬老師 青馬老師 因為這台車就停在那裡 讓我一直拍 但因為太暗了 我就是開了瘋狂的開閃光燈 然後拍照片 但我真的是盡力了 因為 我跟你說 給你看我迷之合照 承德幹線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我在這裡 我 他在這裡 但是 有啊我很勉強有拍到 OK 來來來來來來來 承德幹線一整台車拍得超好吧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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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得很好嗎 而且 而且 而且有 我跟你說 這樣 我的手在這 我的手在這 有看到嗎 我的手在這 耶 我有合到照 看一下 我自己有合到照 哈哈 我看一下 我看到 我有合到照 這是我 有好感合到照的 有好感合到照的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影片應該是不是有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的是在很努力的 追 追車 這個 就是 目前是 啊 他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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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出來了 出來了 出來了這裡 海艇 海艇 有嗎有嗎有嗎 有合作到嗎 有合作到嗎 哈哈 沒關係 欸我戴口罩 欸我戴口罩 老實說其實應該是可以露臉 不是 我不是說露全臉 就是 但是 勉強 他們也算 很勉強的公眾人物吧 很勉強的 如果之後有機會在工作上遇到的話 就可以 就可以 名正言順的 合照了 只是我不喜歡大家從我的朋友那邊找到我的私生活 畢竟因為我很常素顏 但是 其他成員跟其他 藝人朋友 通常一起出去的時候都是很工作性質的 所以他們都會一起吃飯然後都會合照都是很工作性質的 但是 我覺得我跟他們太太私下了 所以我才會一直不需要他們 就才會一直不tag或者是讓他們出現 因為我太隨便了 我出現的時候太free了 但老實說我覺得他們他們的性質其實比較像 模特 勉勉強強可以算模特 沒關係 等我哪天真的很工作性質跟他們見面 成常態了之後 我再想想 登登 合照 喔 已經 那我要繼續念榜 我要繼續念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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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的性質不太一樣 他們的性質其實跟面面很像啊 呃 大家知道面面是誰吧 今天的第... 第四名 謝謝富偉哥 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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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啊 謝謝富偉哥 我有好好的跟清馬老師的飯會合照 畢竟飯會放在公車上 這麼潮的事情 我們還是第一個呢 我們還是第一個 接下來第三名 桃園巨蛋看老闆看得很開心 我跟你說 我就是一開始一直不到市立體育館 跟桃園巨蛋是同一個地方 然後我到現場之後就想說 怎麼會怎麼會這麼大 看到老闆的 rumor很值得 回來台灣雖然變得很忙 但是可以跑現場 這太好了 下下週才會去高雄 當天來回 所以 彩典就只能盡力啦 哇 你這個才是太努力了吧 當天來回才是太努力了吧 連我都沒這麼拼耶 老闆這麼努力我也不能輸 嘿 你還是 你還是可以輸一下 謝謝今天的第三名小安 真的沒空 太辛苦了吧 到十月底之前都沒空嗎 今天潘基還跟我說 我也太執著了吧 怎麼現在就一直在踩公車 他說明明到十月底 為什麼要現在一直踩 今天的第二名 面面直播辛苦了 今天去台北都沒有追到車 找時間再去追車拍照 我跟你說天靈 這次X-Rage也有出艾絲的T恤 可惜他沒有出個中間破洞的T恤 不然大家也是 欸他好像沒有出 他好像沒有出那個捷克的 印象中好像沒有 對 因為他好像只出了艾絲 羅 索隆 喬巴好像也沒有 只有 只有 只有那個 魯夫的 今天我們第二名 謝謝天靈 好嘿 對 要像香克斯的話 要少一隻手才行 那就是裸一個半邊嘛 很吵很吵 說定日本接下來會流行這個 今天的第一名是 終於到現場了 欸有了吧 現在有看到一個啦 在桃園的 有沒有在桃園看到一顆星星 好不容易啊 睽違了快要一年了 看到你的笑容 感覺到更有動力了 我跟你說 其實我前一天直播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然後我們都超級緊張的 畢竟就是 Rumor對我來說是出披露嘛 然後就是大家也知道 出去跳Rumor對我來說 是一個挺有心理壓力的一件事情 然後 我其實當天就是比 前幾天興奮太多了 因為終於撐到了那一天 然後就覺得要全力爆發 然後因為一定要非常雀躍 才會有體力撐到最後一刻 所以我 那天在桃園真的是 過於興奮的一個狀態 希望大家有看到我的興奮 好不好 桃園真的謝謝了 謝謝你的fans 沒有真的是給你的好不好 我都有跟你打招呼了 謝謝你 遠遠的就好 好久不見啦 謝謝邀我下次再來現場 我回家聽了好久才聽出來啦 謝謝你的一切 所以我說好不好 你現在看到星星了吧 有沒有看到一片星空 他的板子好像有兩面 他的板子有兩面 真的假 我不知道 一三句 你的板子是幾 板子是上面寫什麼 他舉著平寒的板子 用平寒的說法 謝謝今天的第一名 一三句 謝謝今天的第一名 一三句 OK 謝謝 謝謝俊哥 枉費我這麼期待 想要見到他 準備好 準備好 喔 健送的時候一直都是品寒那一面 虧他看到我的時候 把手把那一面拿出來晃了很久 唉 沒關係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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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接受 已經四年了 這種小事 是可以接受的 秋平的完美 還有那個 舞台上的氣場魅力 還有那個360度無死角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好 我是真的可以接受 哈哈哈 但是 該該臭還是要臭一下 啊 但是我是可以接受 那個馬尾 喔那個 欸不是我跟妳說 秋平那一場的範拍真的是 威武欸 那一場的範拍 你知道我在琢磨了很久 我想說 怎麼會這麼好看 他綁馬尾那張根本就是暴擊耶 就是 我覺得 完全不認識TP的話 拿那一張出去 應該可以圈到不少人 那一張真是優秀好看 超好看 而且 他是 RUMOR 就是整個 那個 林依跟品涵都是 動起來拍也很好看的人 我就是動起來不能拍到而已 他真的是 超強大 那一組 那一支照片我很認真端詳 真的 超級超級超級厲害 那一組太愛了 沙子綁嗎 沒有我綁馬尾應該是沒有那個風格 我應該沒有那個氣質噴出來 你知道他那一組照片是那種 就是那種 氣場回來天成噴出來的那一種 對 秋平本人也不知道他最近這麼正 為什麼最近這麼正 可能就是 這一次的衣服 跟舞蹈風格 意外的很襯他的 氣質 是不是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好的 我們剛剛晚安了 我們剛剛晚安了 但是不能不說 我覺得那一組 泛拍真的超強的 唉唷 我一直打不出晚安 大家 晚安了 晚安 眼線改畫法了 我跟你講他 他是 他好歹也是一個 已經研究眼線研究 比我們多了三年了 這樣子 七年了 他研究七年了啊 他研究那個眼線 你看 特別勾人 欸這件 這件比較勾嗎 比較帥氣 他以前是用狗狗眼 就是往下畫 最近好像有比較勾一點 就是 比較 比較冷 比較高冷一點的眼線畫法 下週直播應該是 我應該會在 10月10號晚上9點直播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10月10號晚上9點 對 他以前眼尾不會上勾 現在會了 他以前是往下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往下畫 眼角特別畫勾 的確是 非常久 那 什麼時候換時代 能跟上老闆的氣質 換時代 居然用週一 對 應該是週一 跟週六 因為 晚上都 不能直播 都有事情 謝謝大家 讓我們 有工作 但接下來 就比較忙了 就是 因為接下來要準備reset 大家也知道 還剩三場 要衝回家了 禮拜 一的 晚上9點 沒錯 好耶 辛苦了 謝謝大家 看我們 就是 之後之後有活動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來看我們 有工作是好事 然後 另外一個是禮拜六的 晚上8點 羨慕有工作 局組待遇大量發生中 局組挫賽 局組挫賽 我們現在真的是一個頭兩個大 三個大 四個大五個大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局組有一天會面臨少人的危機 一次就給我少超多 晚安晚安 晚安 我們禮拜一見 欸禮拜一騎超快的好不好 禮拜一就要見了 我要抓 我要抓沈下回來 沈下給我回跳 晚安 拜拜 我會早點睡啦 不得不早點睡了現在 謝謝大家 好吧 雖然呢今天 就是一連串追車追的很拼命 但我真的很開心 有機會在台北上 台北的公車上面 爬爬燥 而且不得不說我覺得 超級醒目的 就是公車過來的時候 都會眼睛維持一亮下 好開心 謝謝大家 大家拜拜 十月生日月 很開心 現在每一天都非常的充實 拜拜